台東高商桃花西木成林平均樹齡超過了55年 不過去年被尼伯特颱風給重創了 有兩株的樹是救治無效 不過校方為了保留這棵樹跟學生們的回憶 因此也特別請來了藝術家在現場創作 在樹頭上插上了一對翅膀化為木雕藝術來重生 去年尼伯特風災催倒台東高商50餘年桃花西木 台東高商請台東督蘭木雕大師SKID的創作 讓樹生命用了一種方式延續 呈現風災後的重生風貌 也會校園增添不一樣的心靈感受 以另外一種的形體展現成為藝術成品 台東高商能在風災後快速復原校園 是全校師生同仁們共同的努力與合作 這主要是因為在去年尼伯特颱風的時候 我們學校巨型的樹木大概就是這一棵 整個橫更倒到向門口去 那我們希望從那一次很慘痛的這些災害中 讓學生能夠去學習到也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生命在災害中是很脆弱的 我們希望他用另外一種生命的延續的方式 在我們台東高商 也就是透過一個比較是生命教育的一個方式 讓小孩子知道 其實我們常看到有形的生命的允諾 覺得他就是結束 可是事實上有形的這些物體 他雖然允諾了 可是他事實上都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繼續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們希望是讓學生了解到 所以一開始的定調是比較是 生命也是跟我們主題差不多 就是生命的延續 那或者是另外一種生命的開始 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呈現 現在下園內的大樹 受到很大的傷害 樓林慧校長四處邀請樹木專家 努力救治受傷的大樹 這棵50餘年的桃花新木 以不同的樣貌重生 成為台東高商所有私生同仁們的共同技藝 我們這邊的地方 結果後來被尼波特派風吹倒 但現在他只是被吹倒 而且他現在以另一種型態 繼續在保護我們校園 就一樣是在裝置在我們生活之中 只是換成一種型態而已 倒下來的桃花新木有個特色 種子在落地前 有像翅膀般的薄墨 隨風飛舞 因此藝術家會枯樹頭插上翅膀 象徵永遠展現這股連續生命的活力 不僅會讓人顯失 停留下來 觀看這有意境的重生樹 再次互換大家對生命的延續 東台新聞 夜南州的報導